感动时刻这回继续来到印尼山口阳市 要带您快来看看客家子弟是怎么样延续客家传统的 因为呢山口阳市的华人其实超过了六成 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所以其实到这里一块走走逛逛的话 能够吃得到客家面客家小吃 而且市集逛一逛客家化是通行无阻 客家歌曲随着悠扬略声传唱 这里是印尼山口阳的传统市场 有着浓浓的客家味 因为山口阳有超过六成的华人 而且大多都是客家人 他们不但有华裔联孔 连交谈买卖都用客家化 全部的客家乡 客家化到处行得通 开门做生意的也大多都是华人 就像这间面摊的老板 就是客家人刘展业 煮面 装盘 每个动作都像是表演特技 要让面条吃起来跟台湾一样 香香QQ又弹牙 它可是费了一番功夫 整整三代卖了六十年 传承父亲的客家精神 刘展业让客家味不断飘香 他坚持料多味美 连汤头都很讲究 连客家板条都有 很多人就爱来这里品尝家乡味 而在山口阳市 也有客家人努力传承华语文化 在山口阳也可以看到 好几家这样的补习班 为的就是要让华语能够延续下去 华人后裔却要学华语 因为之前印尼的排华政策 让很多华裔忘了怎么开口说华语 同学们的华语变得很流利 这都是客家人黄锦玲的功劳 从选地点找华语书本开始 他势必公清 连怎么写汉字都要求学生从头学起 黄锦玲发扬客家兼人精神 但把这些客家学生都教成华语老师 让华语的种子也能在印尼开枝散叶 印尼的市集里而泰式亲切的客家化 唇指尖有熟悉的客家味 客家人离乡却不忘本 半学博下文化的种子 要让这客家氛围回荡成永远印记 成一段感动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